我們醫師開藥 一定有它吃藥的時間嘛 對不對 但是呢 有吃有飽味 沒吃也沒事情 台灣人的愛買保健食品 但保健食品也要定時吃嗎 或者吃時間不按準時吃 會有問題嗎 早起吃一把維他命 但真的只要定時服用保健食品 你就保證你健康嗎 還有很多人買保健食品 現在吃錯時間 還有吃錯劑量 不僅效果大打折扣 還可能吃出病喔 吃錯沒效還傷身 水溶性 脂溶性維他命 吃法大不同 下裂 常見的維他命當中 哪些是水溶性 哪些是脂溶性 就不要說你 醫師都可能寫錯 沒有 還考慮 來 你們寫 要嗎 就你們知道的印象當中 哪些是屬於水溶性 脂溶性 因為我只知道 E一定是脂溶性 脂溶性有那麼多 A B C D K 其他的因為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想大概 因為最常聽到就是E是水 脂溶性其他 其他的我想說大概都水溶性 所以沒有特別 我是根據邏輯的 因為像我們吃維他命B 全都是配水喝 然後吃這個維他命C 是發泡錠 都是配水的 我記得B好像是曬太陽 比較冷的應該就是脂溶性 還有維他命K 我們聽都沒聽過 但我覺得只有C是水溶性 其他應該都是脂溶性吧 這個媽媽可能比較會是對的 水溶性是配水 脂溶性是不是餐後 餐中餐 對 要吃點東西之後吃 要有點油脂可以帶動 有的還有說吃飯吃到一半要趕快吃 哪有這樣 跟飯融在一起呢 腸胃才會笑 有嘛 有這種對不對 真的嗎 餐中餐啊 對 我真的很難想像耶 你自然是 什麼意思 所有人都錯耶 我想說這麼簡單的一題 醫師我們要是贏了 我們就做那單 就算是 這代表你們都沒有準時收看醫師好了 這我們在節目上面提過 還是說連瓜哥都不太知道 什麼話 什麼話 你看他連血都不在一起 請你客氣也說什麼大家的錯 我有錯嗎 我連血都沒血到 來 這樣 好啦 當然解答還是要解答 正確答案是 水溶性是維生素B群跟維生素C 那剩下的ADEK 就是脂溶性的營養素 而至於說剛剛瓜哥講對一點就是 脂溶性的維生素ADEK 它的確是要隨餐 或者是餐後食用 因為它主要是要油脂的存在下 才能增加這些脂溶性營養素的吸收率 也就是因為脂溶性ADEK 所以它比較容易出現 過量食用重敵的情形 它比較像大家一定有吃過維生素C 吃完之後去上廁所是不是覺得 就是小便好像比較滑 或B群也是 因為它代謝的速度比較快 可能就隨著尿液排出去 可是維生素ADEK 它是從糞便 所以它代謝的速度是比較慢 所以如果你短時間大量的使用的話 就容易導致中毒的情況 之前是遇到一個小朋友 他就是出現這個 因為他是給阿嬤帶 隔代教養 那阿嬤就聽那個隔壁鄰居說 小朋友要吃魚 常吃魚才會變聰明 他就覺得說那自己的孫子 當然不能輸在起跑點 可是偏偏自己的孫子又完全不吃魚 因為怕那個魚的味道 他就想說那我去買魚給他吃好了 就偏偏又買錯 他買成 魚甘油是維生素A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脂溶性 維生素A 主要的來源就是魚甘油 然後建議量是一天一顆 他給他要吃到三顆 所以他錯誤的兩點 第一點是魚又買成魚甘油 第二點是一顆吃成三顆 短時間之內他就發現 他孫子出現 容易疲倦 累累的 虛弱無力 沒有食慾等等的一些狀況 後來阿嬤就越看越不對勁 送醫發現 結果醫生就推估應該是魚甘油過量 導致維生素A中毒 所以其實子溶性氧素一樣 對我們身體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現在有在補充 尤其是單方的 像有些人會特別去買 維生素A 維生素D 維生素E來補充 單方的一定要注意那個補充劑量 那另外一個族群是 因為減重我們常常遇到是 所有油都不碰 然後什麼都過水 過湯 它基本上飲食裡面根本就沒有什麼油脂 所以這些子溶性營養素吸收率就會變差 導致缺乏 這個剛剛你看 阿嬤魚甘油跟魚油 對 但這兩樣是沒有傷身體的 可是你搞錯就會傷身體 可是小時候真的都會吃魚甘油 對 我記得小時候 尤其是阿嬤稍微也吃了 那個魚甘油加鈣的那個廣告打超大的 對 因為那個魚甘油 剛剛我們講嘛 它是維生素A主要的來源 那其實有那個廣告詞 大家還記得嗎 對啊 鞏固健康 對 保護眼睛 主要維生素A是 顧眼睛 它是讓我們的感光的一個物質 形成得比較好 所以其實它的確對眼睛是OK的 不是 它廣告是 它廣告沒有錯 它是 可是你的量 對 是不是要吃什麼都該吃 那個真的做得太好吃了 我現在想起來還好我現在沒事 因為我小時候因為 把它當糖果汁嗎 對 把它當糖果汁好好吃喔 你都含在嘴巴裡面什麼就吞了 慢慢慢慢的溶化 所以這個就很容易 有子溶性營養素的一個中毒的維繫 是 你看那兩個瘦成什麼樣子 醫生跟他 那我現在講講 我們猶榮性維他命裡面的 最近很康的一個維他命 叫維他命D 那維他命D的話 其實這近幾年的研究發現說 其實它跟生長病也是有關係的 維他命D在體內血液中的濃度 越低的話 尿蛋白會越嚴重 血壓會越高 而且 那同時維他命D本身又跟一些 免疫性疾病其實也是會有相關性的 那所以缺乏的話 其實會造成身體一連串的疾病 那我就有個病人 二十幾歲的女性 她本身 她十幾歲就被診動為紅斑性狼床了 那紅斑性狼床其實 一開始控制的還可以 到後面其實有點漸漸失控的現象 而且她的紅斑性狼床 已經去侵犯到她的腎臟了 她已經變成狼床性的腎炎 她狼床性腎炎就又造成了腎病症候群 她一天的尿蛋白的流失 可以到十幾顆以上 那這時候我就幫她驗了一個 血液中維他命D的濃度 我們正常的要30以上 她驗出 她幾乎是驗不到 那這時候要給她補充維他命D 其實因為她身上都有一些狼床的一些 一些病罩 你就要去曬太陽 激絲液也不太可能 那就請她先去營養補充品來補充 那我一開始我先叫她補充5000單位 那我們人體血量一天是800單位 先請她補充5000單位 結果補充了一個月之後 既然那個數字沒有什麼跳動 還是維持大概在10左右的D檔而已 那之後就問她說 你平常飲食吃一些什麼東西 她就跟我說 她覺得身體有免疫性的疾病 吃東西要清淡一點 她平常吃的東西也真的是很清淡 幾乎都不含油的東西 尤其她補充這個維他命 它是空腹的時候吃的 那這種油溶性的維他命 其實你本身就是要跟油膩的食物 一起吃的話 吸收效果才會好 但她又不喜歡吃油的 一來她又怕胖 所以這樣子吃進去的話 吸收度就很低了 再加上因為她平常又防曬 所以她偏偏她怕曬 還偏偏她出去曬太陽的時候 都是下午當晚的時候出去曬的 所以她根本也沒有辦法 從大自然中再得到維他命D 所以她的濃度一直都拉不上來 後來就是我在找了營養師 在跟她談 改變了整個飲食習慣之後 後來她很快大概兩個月左右 她體內維他命D的濃度 就拉到50左右了 這時候我們再搭配類固醇 跟一些抿易抑制劑的使用 她這個整個尿蛋白 就從一天10克以上的流失 降低到大概0.5克以下 所以整個濃度一拉上來 疾病也得到控制了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或者女生或者是男生 其實對於皮膚的一個狀況 都是滿想要知道怎麼去改善 我也覺得太太 她是因為皮膚蠟腫的問題 已經讓她困擾了非常久 所以她輾轉就去百貨公司 然後去擦 買了一些保養品去擦 擦了一陣子之後發現 皮膚有好了一點 但是皮膚蠟腫的現象 還是沒有改善 這是她最困擾的一個點 再來她在朋友輾轉介紹下 去了醫美 結果被推銷非常多的療程 做了一陣子之後 皮膚確實變得很好 但是 在一次的輾轉的狀況下 她來詢問我 就是她想要買護眼的產品 她問一些保健食品 然後我就會去詢問說 她的飲食狀況 然後發現其實她還滿養生的 很多養生的人 她在吃菜的方面 她會選擇深綠色蔬菜 各種顏色的蔬菜水果 然後她這個狀況下 已經補充了非常多 維生素A跟葉黃素了 可是她又會去買一個保健食品 導致她的葉黃素過量 所以她皮膚蠟黃 是因為葉黃素的過量 產生了一個叫做 所以我當我跟她說 你把高單位葉黃素給停掉之後 一陣子 她的那個蠟黃就改善了 其實基本上在一些 比如說 紅色 橘色的一些蔬果裡面 都有所謂的 類古蘿蔔素 它也是足以 比較容易沉積在我們的皮膚 導致所以很多人說 短時間之內每天吃木瓜 每天吃木瓜 手心好像就會變黃 其實那個也不要帶 那也不是中毒 那個其實一段時間 因為畢竟是從食物裡面得到 比較不容易 可是像剛才營養師講到 它是從 就是補充品 它的劑量會比較高 那其實就比較容易導致中毒 可是如果你只是 由食物裡面吃到 然後導致皮膚有一點黃 這個還好 這一段時間之內就代謝掉 那其實我們剛剛講到 脂溶性維生素 它很容易就是你過量化 會沉積在肝臟跟腎臟 那水溶性維生素 你好像表面上聽起來是水溶性 好像喝水就可以代謝掉 但是提醒大家 過量還是有一定的風險 那像我的營養門診呢 其實曾經有一個45歲的媽媽 那她因為三個月過後 她的女兒要結婚 她就聽人家講說 好像補充一些維他命 可以讓你皮膚漂亮 上鏡頭又好看 當天你就會很美 所以她就聽說要吃什麼 女性綜合維他命 然後再加 那其實一般劑量會建議她說 大概早晚各吃一次就可以了 她就自己想說 我想要趕快 因為三個月馬上就要到了 我就真的是早中晚 她早中晚各吃三顆 然後維生素C 就想說水溶性的沒關係 她一次吞一把 就是十顆的劑量 直接就是照三餐這樣子吃 那其實大概過了兩週之後 她就覺得說好像真的 好像真的精神有比較好 然後好像皮膚氣色有改... 還有改善 可是到了晚上 她有一天晚上就發現 她 就是直接劇痛 痛到直不起身 然後就倒地 那女兒看到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就趕快幫她叫那個救護車 去送醫院才一看 天啊 是急性的 那疑問之下 原來她原本這個媽媽 就有腎結石的病史 而且她完全不喝水 三餐都只喝茶 去配這些維生素C 那大家知道嗎 其實維生素C 它在代謝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大量的草酸 那草酸又跟茶 跟你飲食有一些豆腐 豆乾 結果形成了大量的草酸 蓋的結石 那特別針對有結石病史人 它其實就急性發作 就要做體外症碎這些 它發生一些急性的發燒 然後尿不出來的問題 所以我們其實會建議大家 維生素C 你可以適量補充 但是還是會建議 按照瓶子上面的這個劑量補充 我們會建議大家少量多次的補充 那我們會建議其實一般的維生素B跟C 你大概是四個小時補充一次就好 然後不要選擇太高的劑量 因為過多點還是可能會引發一些問題 那站在營養師的角度 我們還是會建議你如果一天 其實維生素C的量其實是已經夠了 那你要額外補充就一點點就好 可是像就是大家都在吃的 這種保鮮食品 你卻很時常會忽略 它的這個劑量要控制 像我自己的飲食習慣是 我吃東西一定要喝飲料 然後所以我就是三餐 我都要配著飲料喝 那我早餐可能就是會喝那種 養樂多 中餐可能會喝可樂 那晚上的話可能就是啤酒或蒸奶 那種味道越來越重這種 那後來我就一直覺得說 可能就是年紀越來越大的話 再這樣下去不行 我一定要戒掉這個壞習慣 然後我就試了 我把這個巴泡錠 把它泡在水裡 然後再加一些冰塊 你就把它當作那個特調飲料的感覺 我發現喝起來 竟然真的有跟果汁一樣的效果 然後我就想說太好了 那我就不用喝這些飲料了 我用巴泡錠來當飲料 那既可以就是保健 然後又可以解掉我在吃飯的時候 那種油膩的感覺這樣 所以我那個時候一天差不多喝到 我差不多這樣子喝了兩個多月 然後後來兩個多月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我要去背包客旅行這樣子 那我背包客旅行的時候 我就忘記帶到我的這個發泡錠了 然後所以我就差不多 頭一個禮拜還沒事 到第二個禮拜的時候 我就發現奇怪 我的壓硬開始會出血了 我想說慘了 一定就是我的維他命C不夠了 然後我就想說一定要馬上買 然後我立刻在當地 又到處去找了這個發泡錠 然後那時候你就喝到 然後一天差不多喝到六杯到八杯 因為我想說在外地旅行 又很難吃到水果 所以一定要用這個來補充這樣子 結果後來我發現到最後的時候 我開始會有那種 就是耳心想要吐的感覺 然後而且會一直就是 腸胃感覺好像是一直會很不順 然後會一直想要拉肚子 一直想要拉肚子 後來我就回到台灣以後 我就去找那個家醫師看 家醫師才提醒我說 這個風險很大 因為如果再這樣吃下去的話 嚴重的話有可能會有 腎結石 然後不然的話 像我剛剛出現的那些什麼腹瀉 噁心的感覺 那個就是一些初期的一種 預兆的 那個就是維他命C中毒的一些增長 我在想 其實我自己也有在吃維他命C 其實維他命C 我們剛剛講叫三蘇二果 可是真的有時候是真的是蠻難的 所以維他命C 其實胃腹部是建議 一天大概100毫克 你可能吃個巴勒 吃個剩餘番茄 就夠了 可是每個人 我後來發現 每個人的需要的量不一樣 而且可以差到數十倍 比如說你比較耗腦的腎上腺 維他命C會幫助你製造腎上腺素 你在重病的時候 也要維他命C耗量也很大很大 所以變成說每個人都不一樣 那不一樣你要觀察你的身體 是出現黏膜破皮 流鼻血 然後比較疲勞 這個的確是 或是說很容易 淤血 這個都是維他命C缺乏的一個現象 這叫 它叫抗壞血酸 以前有個叫壞血病 那些海軍出去 長期沒有吃到那個青菜水果 就出現這些初學的情形 海盜這些 對對對 那我補充一個吃過多 你知道我剛講 我以腹部說一天一百毫克 然後我們一般會建議 不要超過兩千毫克 你那個一顆大概都大概五百或一千的 對不對 一般至少都大概五百或一千 超太多了 你如果到兩千以上 2016年他們有做研究 會不會產生腎結石 他們發現要是從一般食物來的 就是天然食物的微醬 吃到一千兩千都不會產生腎結石 可是補充這種病記的 男生只要超過兩千 腎結石的機率就大大增加 女生比較不會 反而女生比較不會 所以我是建議大概兩千以上 就務必要多喝一些水 我就舉我碰過吃最多的是多少你知道 一萬毫克 我們講說衛服部是一百毫克 一天一百毫克 他是一萬毫克 一百倍 對 一百倍 這個在很多自然醫學療法裡面 有在做這樣的一個治療 一個男生五十幾歲的男生 他是一個腎臟癌的病人 那腎臟癌把一顆腎臟拿掉了 那拿掉之後他就開始很養生 就開始做一些生肌飲食 就去生肌飲食店吃那些自然療法 那生肌飲食店有一天就找了一個博士 自然醫學博士來演講 就告訴他說 你要那個預防癌症復發 要用 他們建議的都是那個一萬毫克 這是非常非常大劑量 他就這樣吃 剛開始吃就像那個醫生開始 就會覺得 因為它是一個酸性物質 胃就會痛 然後就拉肚子 因為他吸收沒那麼多 就從大便一直拉出去 自然醫學療法師跟他講 這個就是在排毒 所以他也是照常這樣繼續吃 吃到半年就是開始又出現 他那時候很擔心 因為血尿他很擔心 是不是癌症 腎癌又復發了 就趕快來找我 我一看其實做了一個超音波 它半年前有腎癌 那時候做過電腦斷層 都沒有腎結石 就這半年就產生了 七八顆的腎結石 這個為什麼 因為它那麼大劑量的 那個維他命C 這個造成的 那後來我當然找到那個 泌尿外科把他的石頭處理掉 可是他只有一顆腎臟 這一次也是嚴重 所以半年之後就洗腎了 所以大家在吃那個維他命C 如果你吃到超過2000毫克 務必要多喝水 可是他們有研究 你在16毫克 就很小劑量的時候 98%都吸收進去了 他們給它放大到1200毫克 你吃到那麼大劑量 因為它會塞車 塞車不進去一個充 不等同就對了 對 你等於浪費掉 所以應該是小量的 長時間慢慢吃 這個才是對 其實觀眾朋友可能會 因為維生素C太好取得了 其實如果觀眾朋友 你目前也在吃大量的維生素 因為可能有人現在目前就在吃 千萬不要馬上停 不要馬上回到 剛剛洪醫師講到的100毫克 你忽然降到標準劑量 你會出現類似維生素C 缺乏的症狀 所以為什麼剛剛醫生說 他長時間這樣吃 出國 馬上沒有出現牙齡出血 就是維生素 其實他身體不是真的不夠 我不是真的缺人的 對 而是因為你前面 這段時間大劑量 對 等於說身體已經習慣 這種高濃度的情況 你忽然斷掉 它就會馬上出現這樣的情形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 你目前是吃1000 2000 甚至是4000 5000 慢慢降 像這種維他命C 其實它本身是個燙氧化劑 那如果說你在吃比較大量的時候 在體內會產生過多的自由基 那這種過多的自由基 去破壞我們的細胞 產生結實之外 破壞細胞也產生一些癌症 等等的這些症狀發生 所以說為什麼你在感冒的時候 大家就會說 我要吃大劑量的維他命C 其實是為了產生這些自由基 然後它就可以去攻擊 我們的這些細菌 或是病毒去侵入 所以說在感冒的時候 吃大劑量的維他命C是OK的 但你平常如果吃太大量的時候 反而是會有一些自癌的風險 那現在很多人都會補充 維生素B群 那B群化很多人都過去覺得說 可以跟改善疲勞 能量代謝有關 那現在其實許多研究都發現說 這個維生素B群 尤其是B6 那B6它可以預防 你的帕金森試症 那我這邊有個患者 是大概65歲 那他是一個帕金森試症的患者 他有收集到很多資料發現說 原來吃維生素B群 尤其是B6 可以改善這個帕金森試症 或可以預防 所以他就去買了很多來吃 就吃一次之後 反而這個帕金森試症的症狀 反而更嚴重 手抖得更厲害 那於是就趕快跑來門診 來問問說怎麼會這個樣子 那後來的話呢 其實呢 我們 其實它會干擾它的吸收 那所以的話其實呢 基本上維生素B6 其實它是可以預防的 沒有錯 那所以的話呢 如果說你真的是想要服用 這個維生素B群的話 那會建議說 你如果你是帕金森試患者的話 那建議說 那你看要不要吃飯後吃 或是說飯前吃 就是說要跟我們這些 帕金森的藥要分開 就是說這個維生素B群 它要去干擾到 我們這個帕金森試的藥物 它進到我們腦袋裡面的 一個作用 所以的話 它如果同時吃的話 就會去干擾 那如果你分開的話 是沒有關係 但是你的話 你一定會碰到那裡 忘記就一起吃 對 忘記 對 那它會產生什麼症狀 忘記的話 就等於說你的 對 所以不能一起吃 那如果說你真的發現說 症狀變嚴重的話 當然是要趕快來尋求 我們醫師的建議 不過台灣人愛進補 市面上販賬的補品 琳瑯滿目 像什麼 這種都是補品 但是真的補對了嗎 調養體質超愛補 對症下藥才有效 有一個33歲 她是紅斑姓狼倉的 這個女性朋友 那她來看診是因為 她的這個 腎功能一直就維持得不好 每次驗BVM 都是一百多 就怎麼樣也降不下來 可是其他症狀都還好 她也沒有任何的不舒服 可是指數就是不正常 那醫生就會說沒關係啦 沒有症狀就好 繼續觀察 她想說那試試看中藥調理 是不是可以改善這個部分 那她來給我看之後把脈 狀況真的都是還好 所以我就利用中醫的一些原理 幫她做一些補腎器 調補以及滋補方面的一些藥材 那兩個月之後去驗 她的BVM 恢復到實際 她覺得很開心 我們也覺得很開心 然後後來就幫她停藥 停藥兩個月之後再驗驗看 好像有維持住 我就說好 那你就回去 自己就是維持生活做起來 然後好 規律運動之類的 一些醫生的話 然後她就說好 我回去了 兩個月後她又來了 我說怎麼了 她就把肚子掀開來 整個 我說妳做了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仔細看 大腿內側 然後手肘內側 整個都抓得好像 我說妳是被家暴嗎 她說不是 我說是突然皮膚很癢 我說 沒有 我沒有吃什麼 就妳的中藥 我想說中藥效果好像不錯 那我特別選這個市面上 含中藥材的一些保健食品 人家跟我說那個 牛樟汁很好嘛 抗癌 提升免疫力 我就想說 要把自己顧好 我就吃那個 我一聽就覺得心裡不妙 我說只有牛樟汁啦 沒有別的 還有... 還有靈芝 我說那一次講完好不好 她說 好啦 剩下冬蟲下草 我想慘了 三個最名貴 然後最調節免疫力的東西 很大手筆耶 不是 我就趕快跟她說 妳就是先停 然後很有耐心跟她講說 妳不要忘了 妳是紅斑性狼艙的體質 這是重點 妳的免疫基本上是失調 它是過高 它會攻擊自己身體的免疫細胞 我幫妳調平衡了 妳又去誘發它 讓它免疫又高 那妳想想看我有什麼症狀 那這次回來其實就是皮膚癢的症狀 然後其實我們後來就懷疑 會不會是吃西藥調理的期間 她也是吃那些保健食品 導致這個腎功能一直降不下來 所以我要教大家 如果你真的想要吃含中藥的補品 到底要怎麼吃 像以最常見的思物來講 這個女性朋友大概有月經之後 媽媽可能都會燉給妳吃 但正確的吃法就是說 妳一定要記得 思物就是補血的 那如果妳的血還沒有乾淨 妳還在月經期間 是千萬不可以吃的 或是您有一些分泌物是紅色分泌物 比方說有的人會有這個月經期間 像排卵性的出血之類的 這個都不可以 所以如果妳要吃的話 就是乾淨後的一個禮拜 然後如果你真的是屬於 貧血的體質 比方說妳有地球還是貧血 或是缺鐵性貧血 那妳可以連吃七天 吃七天是OK的 而且我會建議妳要在晚上吃 就是四點之後 因為它是補血 在中心來講就是補陰跟補水的 因為白天是陽 晚上是陰 所以搭配這樣的節氣的這種 就是規律來講就是晚上吃 那同理人生就是白天吃 白天就補氣提神 那其他像雞精 險精 如果腎功能不好 妳就是不要去碰它 還有一些燕窩之類 這比較會有 就是會有那種過敏的體質 因為它裡面的蛋白質的關係 所以有的人他會吃過多 過多的時候 他會產生過多的一些反應 是過敏 容易誘發 過敏體質真的就不要吃 之前就是因為看到很多那種 女明星都會說他們有吃燕窩 保養皮膚 然後我就會很想要 跟他們一樣好皮膚 所以我就想說我要來吃燕窩 其實那種冰糖燕窩 通常才十罐就要三 四千塊 然後我就想說 那不然買那種乾的自己煮好了 結果一去看乾的 更誇張要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呢 不然上網找找好了 然後我就上網找找找 還真的被我找到一家網拍 然後他說他們家 有自己的燕窩廠 然後平常也有在幫一些 大型燕窩品牌出產產品 代工這樣子 那他們自己就是 另外還有自己做了 有做一樣的產品 然後只是沒有標 但是是真的燕窩 然後便宜賣給大家 然後我就想說 天吶這很划算 就是什麼一個月份 三十瓶才兩千塊 超便宜的 他應該是給你白木耳吧 我不知道 就說不知道 我就很開心地訂了以後 然後就每天喝 結果喝了之後呢 我就開始 我開始 而且我不是只有皮膚癢 我是眼睛也癢 然後頭皮什麼都很癢 可是我那時候不知道 就是 就是燕窩 是燕窩怎麼樣的 我那時候以為 我就是單純的身體過敏 然後比如我就會去眼科拿 眼睛過敏的藥 去皮膚科拿 皮膚過敏的藥 然後就是都用了以後 都沒有效 所以後來才有去 那個就是看家醫科什麼 他就他有跟我說 燕窩你可能是會過敏 你不要吃 然後我就好 我就想說好吧 然後我就停掉了 停掉以後就發現 真的就不會癢了 然後可是呢 後來有一天 跟那個長輩請吃飯 然後長輩請吃飯 就請那種桌菜 然後到最後一道就是 然後超貴的 然後我就想說死定了 我就好 對燕窩過敏 可是吃完以後 感覺要看醫生了 但不管啦 這 那麼貴的 我就硬死 你真的會過敏 沒有 這就是最神奇的 我吃完那個燕窩之後 我居然沒吃 你看 所以我後來發現 我是每當家燕窩的 他可能連白目我都不是 就是不知道什麼東西 水做出來 對 中醫師可能還沒見過 真的燕窩嗎 他可能是真的是吃到 不知道什麼樣的加工的東西 過敏 如果是真的燕窩 你看到你可能不敢吃 因為它上面可能會有一些雜毛 然後那個顏色 你可能會覺得很可怕 你看 我覺得是品種的問題吧 對 是品種的問題 對 其實台灣的社會 有一種根深蒂固那種 進補的觀念 大部分一些進補的一些補品 就是 那如果你本來你乾身功能都正常的話 補這些東西 應該是可以得到好處的 就是 可是常常就是我們 一些身體虛弱的人 都是合併一些乾身的疾病的話 你這時候一進補的話 反正會出事情 那之前我就有個病人 五十幾歲 他是一個漁夫 他們一出版都是 都是七天 十天才會回到岸上 那其實他們就是船上 沒有什麼新鮮的那些水果 所以他們都 幾乎都是吃那個蛋白質 都是吃肉類為主的 尤其是那種醃製品的 那個病人他本身就是 他常常就是魚抓的 然後就 然後有時候再配個酒 然後在船上那種 夜聞的時候配著月亮 然後這樣子喝酒 然後吃好夜 其實… 對 其實他是很享受的 但是他大概40歲左右的時候 他就開始有發生痛風了 其實他的尿酸質就很高 然後吃痛風了 他常常就是通風發作的時候 有時候漁船剛離港而已 那漁船馬上 他就馬上把漁船河沙開回去 他回到岸上的時候打個止痛針 打完了又繼續上路 他這樣久而久之 他通風反覆的發作 然後又打了止痛針 升昏了就越來越差了 等他其實差到一定地步的時候 終於來到我的門診了 結果門診一驗 他的血液中的尿酸質是12 我們症床在6以下 他是12以上 那他的基酸肝也已經到3點多了 看起來已經是一個 第五期的腎臟病了 那這其實整個人看起來狀況 已經不好 已經面黃肌瘦了 然後我就開始 就我也要找營養師 就開始跟他說 就是我們應該要採用低蛋白飲食了 那也要低油 低鹽 然後低普林的這些飲食了 講一講他都跟我點頭說好好好 但是沒多久就是出去的時候 又還是通風發作 又再被送回來了 後來有一次他老婆就陪他來我們診 後來他老婆才跟我講 就是他看到他先生這樣面黃激瘦 覺得心裡很不忍 他是他要出海的時候 就是幫他蹲雞精 然後又 他想說吃腰子就可以補生 然後又再弄一些 這些大補的東西 讓他帶到船上去補 就更慘了 這些東西你補上去的話 因為本身你那些機器 他又沒有過濾過的 鹽分又高 裡面的瘾又高 所以這些情況就加速了 他腎臟的惡化 到時候這個病人就 運氣也不好 後來即使請他太太也改變了 整個飲食習慣 就已經來不及了 他整個腎臟裡面都塞得滿滿的 尿酸食了 到時候這個病人就已經洗腎了 所以這是典型的就是你要補凡的 越補越慘 其實到了後面 如果你身體有核病 你有一些糖尿病 或是肝腎方面的問題的話 你要進補之前 還是跟醫師或營養師討通過 會比較安全一點 其實我一直在講說 腎臟也有問題 真的很麻煩 你 只要吃營養的東西 就會提早起腎 可是做兒女的都非常孝順 你看他已經 你知道腎臟不好會貧血 會免疫力下降 他已經累很不舒服了 那這些孝順的兒女一定會買 國人最喜歡買 肌精跟鮮精 他覺得說他胃口不好 那可是一補下去 本來可能兩年要洗腎 可能會提早成半年就洗腎 這個是讓我們很害怕 所以我就舉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 每天一直在發生 那是一個糖尿病 已經到患性腎衰竭 已經到第四期末了 那有一年冬天 因為他腎臟不好的時候 他們會很緊張 你告訴他該正規的藥 要吃他們都不大敢吃 那有一年應該要去打流感疫苗 他沒有去打流感疫苗 結果那一年就得到流感了 那流感完 那個整個就這樣發燒住院 那出來之後 整個人又瘦了一圈軟趴趴 知道尿毒很高的時候 就會貧血會噁心想吐 這是尿毒的症狀吃不下飯 那他的就孝順的兒女 就買了那個雞精給他吃 你知道雞精都是一些濃縮的東西 裡面可能 那他這個三個都是特別高的 那吃進去之後就開始出現 然後那個很冒冷 他送到醫院 那個甲離子高達到7.2 7.2你腎臟排不出去 我們打了一些什麼利尿劑 還是排不出去 後來就提早洗腎 這個我一直在講說 那怎麼辦 你看到你長輩就是很沒力氣 現在有專門為那個 餵洗腎的一些腎臟病配的一些什麼 低淋甲的那些牛奶 那你就問那個藥師或營養師 他都會給你一些建議 千萬不要去補錯 補到高蛋白 高淋 高甲 這次反而會提早洗腎 對老人家要孝順 不是大魚大肉 以前有 因為我媽媽跟我姐姐住 所以有時候去看他 看他在吃那個餐 哇 真的是很清淡 清淡的 哇 真的 清淡都是水煮過的這種 而且湯都是很清淡的 那有時候就帶他出去吃大餐 你會發現他老人家 坐在餐桌 眼睛都閉起來 你就覺得好幸福 好難得吃大餐 可是姐姐就講 你這樣子吃大餐 因為晚上回去就很難睡了 對 對不對 因為他食物的問題 會造成你睡眠的問題 難消化 或者是 所以你要讓父母親 其實要活得久 其實要 是不是要讓他 不能過你清淡 因為有時候真的 我們常常去訪射的時候 遇過兒女真的孝順 無鹽 無油 其實就 對 昏倒 或者是就便祕了 因為沒有油 所以其實適量 適量 根據調查發現 台灣人的礦物質缺乏 八成以上的人缺鈣 七成的以上缺氫 六成五以上缺煤 甚至有女性 超過五成的人 鐵質攝取不足 強身強健 鈣 鎂 鐵 鑫 不能少 瓜哥剛剛講有點低鍋 我以鈣來講的 衛福部之前的調查 發現國人以成年人來說 我們八成是缺鈣 但是小朋友跟青少年 百分百缺鈣 所以鈣就是 喝很多牛奶 對 沒錯 很多人都自己喝很多 但是其實 除了牛奶之外 我們其他的食物裡面 也要均衡的補充 不能把牛奶當水喝 牛奶當水喝 因為牛奶本身蛋白質高 蛋白質太高的狀況下 它會使鈣更容易淋濕 對 所以適量 一天兩杯牛奶是最多 其實我們在補充 這些礦物質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小討論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第一個就是我們在補鈣的時候 因為像剛剛Eason 有講到維生素D曬太陽 對 曬太陽其實幫助 我們合成維生素D 維生素D為什麼重要 因為其實鈣跟鐵 在我們腸胃道吸收率都很低 但是當你同時有D的時候 像我們在買一些補充品的時候 它會鈣加D 有沒有 其實主要是因為D的存在下 它會使鈣在體內的 吸收利用率更好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同時做一個補充 會是比較適合的 那所以在 曬太陽的時候 邊喝牛奶這樣是最好的 好可怕 就是一個鹹味有沒有 真的 如果有鹹味就對了 對 第二個其實除了 第一可以幫助鈣的一個吸收之外 其實鈣跟棉 它們兩個之間也是好鄰居 如果鈣跟棉2比1的情況下 互相的吸收率會是比較好的 如果你鎂太高的情況下 反而會抑制鈣的吸收 第三個就是提鐵的部分 吸收率也差 尤其是如果你是 像一般鐵有分動物性跟植物性 動物性像是 這些都有鐵 植物性像是什麼 深綠色蔬菜 但是以植物性的鐵吸收更差 大概只有5到10%而已 可是鐵 如果比如說 有些人在補充一些 高劑量的鐵的綜合維他命 或者是鐵劑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用 柳橙汁 或者是剛剛Eason手上拿到那個 維生素C的發泡D 一起補充的話 鐵的吸收率會比較好 所以有時候 1加1會是大於2的 可是要用得對 因為如果用不對的話 你就會發現 如果像剛剛Eason講 你都要喝茶 珍珠奶茶 可樂 咖啡 這裡面有草酸跟紫酸 就會抑制這些礦物質的吸收 像大家有沒有聽過 因為鐵跟鈣在腸胃道 會競爭吸收 所以如果你買到的是 高鐵 高鈣奶粉 這不是很奇怪嗎 因為鐵跟鈣 就是不能碰在一起 你同時碰在一起的時候 它的吸收率就會差 像我自己的方式 來做一個就是 因為有時候真的像瓜哥講的 你有時候東西一多 你會忘記什麼時候要補 那我就出門前我補充鐵 回家的時候補鈣 要分開補充 而且用白開水補充 或者是維生素C 含量比較高的果汁 或發包病補充 它的利用率會是比較好的 我們就是因為腦袋不好 才補動補吸 對 那腦袋不好 怎麼會準時吃藥 對啊 剛剛有看到統計數據 現在很多人都會有 心缺乏這個問題 那心缺乏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過去我們常會聯想到 可能跟男性雄風比較有關係 就是心缺乏 對 所以很多人會去補充 藥啊等等 那再來的話 心其實目前的研究會發現說 它如果長期的心的缺乏 會造成體內一些 慢性發炎 然後或者說 情緒的問題 甚至是 假狀腺功能低下等等 對 那像我這邊有個案例 它其實是一個 二十一歲的男大學生 那它其實就是說 它長期假狀腺功能 也比較不好 然後的話 因為有那個躁鬱症的問題 情緒方面也比較低落 所以它都有去看 這些身心科的門診這樣子 那後來就越來越嚴重 嚴重到它無法去上學了 阿姨看身心科 一直都沒有辦法治療 後來輾轉的就到了嘉義科 阿姨可能想說來嘉義科 看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方面的問題這樣 後來我就幫它抽了血 抽了血之後我發現 那後來再仔細研究一下 它的生活型態 它從來都不喝水 它通常都是喝一些 茶或是咖啡等等 那這些茶跟咖啡呢 其實裡面有含一個東西叫丹尼酸 那丹尼酸其實也會影響到 鈣的吸收 會影響到我們心的吸收 後來我就發現說 它的這個心的比例 比較低的時候 我就開始給它補充心 那補充了大概三個月之後 其實它這些 那些甲狀腺的功能 以及這些那個 比較 平均比較低落的狀況 其實都改善 後來就回復上學了這樣子 今天講到礦物質 我跟大家講一個 一直被大家忽略掉的 一個礦物質叫 我想在座 除了那個成立腎臟科 有抽過鎂離子 其實幾乎所有醫師 也不會去管它鎂離子 可是國人 六七成鎂離子都缺乏 鎂離子多重要 在我們細胞裡面的礦物質 陽電荷裡面 第一名是甲離子 第二名就是鎂離子 它扮演 包括我們代謝糖分 代謝脂肪 包括我們肌肉的收縮 心臟的收縮 血壓 我們大腦的那個運作 都需要鎂離子 可是我們如此忽略它 那鎂離子 我們一直在想 在國人大部分都當作那個什麼 就是補充那個鎂骨頭 所以那鎂裡面要加鎂 鎂鎂2比1 才能吸進鎂骨頭裡面 但是它的功能 其實非常非常多 那它在食物裡面 常常在一些 像一些紫菜啊 一些 堅果類的牛奶裡面很多 但是很多人事實上 吃得不多 不夠了還是會缺少 但是過多有沒有問題 因為腎臟它一樣 它鎂離子是腎臟代謝的 你腎臟壞掉 代謝不出去 就會產生 我曾經有一個 糖尿病的病人 那腎功能已經不好了 那它有一天 它來的時候 突然出現 它心跳只有四五十跳 然後心臟很慢很慢 我那時候以為 應該心臟有問題 就送到心臟科去 心臟科看 也假離子也好 心臟也沒有血管堵塞 後來一驗不得了 它的 正常血美是1.6到2.4 那它5.0 那我剛剛講說 到底它鎂離子從哪裡來 它吃了三種鎂 但是你們搞不好都有吃到鎂的健康食品 但是你們都不知道 第一個是它因為它腎功不好 腎功能不好尿毒 所以它很容易抽筋 因為它可能血鈣偏低 那它就 它的藥師朋友就介紹 它吃一種叫 肌肉鬆弛劑 那這種肌肉鬆弛劑 裡面含大量的那個鎂離子 其實在國外 鎂離子是當作 肌肉鬆弛劑在使用的 第二個他們發現 它有在吃一個幫助 因為它失眠 就幫助它助眠的藥 你知道你們失眠的時候 會喝牛奶幫助睡眠 主要是鈣跟鎂 鈣跟鎂 可以幫助睡眠 因為它讓你放鬆 放鬆 它的天然的助眠劑裡面 也有鎂離子 那更慘 因為它腎不好 它很容易便秘 所以那個診所的醫師 開了氧化鎂給它 只是跟它講 那個是軟電藥 沒有跟它講 這是鎂離子 結果你會發現 它總共吃了三種東西 全部含鎂 那加上它腎臟不會排鎂 就贊成這種鎂離子非常高 但我們知道之後 後來是用了一些熬合劑的方法 把它鎂離子給排出去 那排出去完之後 那個整個心跳就恢復原來的 所以大家注意 其實大部分都是缺鎂 缺鎂 但是有可能腎臟不好的人 要注意學美過高的問題 對 要不然變美而美 我前一陣子呢 因為我老公年紀越來越大 他這幾年非常的養生 所以他的保養品 什麼 他都很認真在吃 那我就沒有像他這樣吃 因為我會過敏 所以我很多東西我不太能吃 可是像我前一陣子 開始就開始 然後像我錄影這樣子做久 這樣翹腳回到家 我整個腰痠 整個腰部就會整個 就好像整個骨盤要移位 那妳為什麼一定要翹腳 可是我們就會不自覺的 好像就會這樣翹翹去 那到了晚上 妳就開始後悔白天做的事 我也有去吃一些鈣片 可是我一吃就過敏 所以我又不能吃那個鈣片 那我就是只能偶爾吃一點魚 吃一點肉 利用食物來補充 恐怖的事情要來了 因為我快要跟妳一起 很多醫生都講說 妳看妳的數值 現在是在標準以內而已 她說妳只要一更年期開始 那個是水流的速度是很可怕的 所以她就叫我說 咖啡也不要喝 茶也不要喝 這些都不能喝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那我怎麼辦才好 我就開始循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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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我後來有發現我朋友 後來推薦給我一個東西很不錯 她就推薦了我一個這個 它是益生菌 而且它居然是一支叫做 它是專利的益生菌 它這個益生菌很厲害 它有國家的一個健康食品的認證 而且是我們全國第一支 融獲骨質保健的一個 功效認證的益生菌 對我的骨頭 對我的骨質人 它很方便 而且你知道嗎 Eason 它是膠囊式的 它是膠囊式的 超方便的 可以用吞的 而且它很輕鬆 那我就這樣吃了一陣子之後 我就覺得好像腸胃道有保養到了 然後我就比較也不會這樣子 這樣這裡酸那裡痛了 我就覺得 往往找到一絲人生希望 你知道嗎 可是我當下我又開始想說 雖然我兒子已經長高了 可是真的我前一陣子 也有看到很多的一個包容雜誌 都是現在的小孩 鈣質其實吸收都不良的 都不夠的 但是我那時候是想說 我兒子可以長那麼好 真的是因為他有一個好媽媽 很能真在吃在跟他吃 我真的為了他們的營養 做很好的調配 可是相對的他就會變胖 可是我後來有發現 現在很多的小孩就長得這樣 瘦瘦小小的你知道嗎 小小的 然後就是那種骨質 就是一定沒有補到你知道嗎 我也覺得 對 所以 我後來有發現他們家還有出到 不然你吃這個好了 好… 我們家這個給你吃 這個有 所以我覺得在骨質的一個保養上來講 小孩的成長黃金期 真的不能錯 我不知道你啦 現在要吃藍的 他現在哪來得及 至少會不會再倒好 他這個年齡是來得及嗎 當然是比較慢的 其實那個骨頭的代謝 是每天隨時在進行的 所以你每天 它也會流失 但是它也會重建回來 那成長期的時候 就是成骨細胞的活性比較旺盛 它幫助你成長 把骨頭變出拉長 但是等到你不需要成長的時候 你超過了35歲 40歲之後 流失就會增加 那個食骨細胞的活性 就相對比較高 而且我看有人年紀大的時候 他會鬥牛你知道嗎 對 那個就是很嚴重的 以前我看這個人是100 比如說175公分 就慢慢老了 感覺他也不過在172這樣 就像牛整個 對 就是駝背 那個骨頭也會壓縮什麼的 然後還有肌肉少 沒有辦法支撐 這些都是原因這樣子 目前對於這種骨質的流失 我們專家的建議都是 那這些是建構骨質的材料 那其實你要把這個材料 放進骨頭裡面 還需要建築工人 就是那個成骨細胞作用的 把它放進去這樣子 那其實近幾年 最新的科學研究發現 其實腸道菌群跟骨代謝 是有關係的 那除了它定值在腸道 它可以增加一些 因為這些蓋不好吸收 它的一些吸收率 利用率等等 它這些特殊的菌株 它可以藉由調控你的免疫系統 去調解成骨細胞 跟食骨細胞的作用 所以你最主要要能夠把 這個成骨細胞的作用 這些活性拉上來 你才有辦法把這些鈣填進去 所以這些特殊的菌株 它必須要經過實驗的證實 那我們可以在實驗裡面 確實看到這個骨小量的數量增加 密度增加 骨頭裡面的鈣含量增加 還有就是國家的那種健康食品 認證去確認 它確實有幫助這種骨質 或是減少它流失的功能這樣子 藉由這些骨質的改善 其實它可以承受的那種外力 也增加了 所以可以預防骨折這樣子 在骨質的指標裡面 我們也看到一些轉化生長因子 TGFβ往上 然後一些OCN OPN 這些骨生長的一些指標往上這樣子 那確實它可以幫助這些 骨質減少它的流失 那如果再加上這些鈣根維生素D的話 其實很適合這些 或者是 老人家也需要 對 這種益生菌又比較安全 其實是很適合 是 不過營養師曾經告訴大家 其實很多食物裡面也是可以做 對不對 當然有時候我來不及 當然要靠這些吃 也不能吃過多 真的 今天教大家保健品如何吃出 高CP值 但別忘了 均衡的飲食 規律的運動 當然才是維持健康最好的方式 謝謝 秋天的天氣早晚溫差大 很多人會適應不良 出現一些乾燥的症狀 像鼻腔乾燥 口腔乾燥 或者是口乾舌燥等等 這在中醫就是受到造邪的影響 我們可以在秋天 吃一些滋陰潤的食物 來幫助改善這個現象 像白木耳 秋葵等等 都是很好的食物 另外 中醫還有一個千古名方 叫做生麥飲 生麥飲是由人參 麥門東和五味子 三味藥材所組成 可以幫助身體補充水分 也推薦給大家 好 畢竟大家非常關心一些新聞 是 所以身體可能出現狀況 自己會不知道 比如胸悶 你可能就先躺下休息 感覺天天都有 對 那你也不會去看醫師 對 那有的人 你這個時候就有症狀了 就趕下去看醫師 或者你會喘 就要注意了 講都很會講 如果到自己身上 也就是躺下去休息 對啊 就覺得應該沒什麼吧 對 對 但是有沒有這麼敏感 所以我們做這個節目 用意是去提醒大家 隨時要回想 這醫師提醒大家的 有什麼親愛的症狀 寧可自己要操心一下 是 但因為這種等於一旦發生了 他也就無可挽回了 我想急診科醫師 常常會碰到這種問題 對 這個 我想大家最近可能都很熟悉 就是一個很知名的 我們的優秀的演員 大概就是一個人在房間裡面 就是被發現之後就死亡 那這個我們講猝死 那猝死的原因 坦白講這雖然是很多 但是我們把它 其實簡單歸類也很簡單 不要說猝死如果發生在40歲以前 那這裡面就有一部分原因是 不太容易可以發現的 先天性疾病 先天性的原因就站得很低了 大部分就是跟三高有關 再加上什麼熬夜 抽菸 肥胖 不運動這些生活習慣 所以40歲以上 你要預防這種情況 坦白講 就是要把你的生活作息 生活習慣改變之外 有三高的一定要好好控制 三高不會讓你馬上覺得不舒服 它也不會造成你特別不舒服 慢性殺手 對 但它有時候 它是慢性殺手 慢性殺手它也可以變一個 極性的恐怖分子 一旦抓狂起來的話 就是讓你瞬間倒下 那這裡面就是腦 腦血管疾病 我上次還聽到台中有一對朋友 說她的朋友只是早上通電話說 下午要去看車 結果她傍晚就等不到電話 再晚一點打去她已經過世了 她媽媽說她中午睡覺就沒起來過 你看我們看這麼多案例 她突然間離開 大家都覺得很訝異 可是回過頭來之後 她的身邊朋友說 她今天早上有說不太舒服 她今天早上說很累 胸口悶喘不過氣 想說忙完去看醫師 所以剛剛講過 如果你本身是危險族群 那像這種的胸口悶 呼吸不順 心臟跳的感覺跟平常不一樣 有這種症狀的話 大概還是要盡早要請醫師看 但不一定說掛急診 你的家庭醫師的門診諮詢 當然有必要的時候看急診 可是像我先生 真的 她有 她兩個月前也是半夜 她說忽然間就敲 因為我給女兒睡 她敲門說 她呼吸有困難 她說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她很怕自己就是 冠病病 你知道 她很怕說 那我去掛急診 她掛急診之後 然後幫她檢查什麼 在那邊打點滴什麼都沒事 然後再隔兩天 她再去掛就是胸腔科 去照了 就是照了什麼血氧 做了一些什麼過敏源什麼 都查不出原因 像這種狀況 就是也很難去追蹤 但是總是小心一點好 對啊 你千萬不要說 那沒關係 尤其吃個止痛要躺下去 或者安慰要躺 可能一躺就真的 就起不來了 我自己哥哥就是在銀行 他自己突然中午休息這樣 他就覺得胸很悶 還好他常常看我節目 有一些東西 結果下午 馬上進去就裝支架了 你看他自己發學多快 而且他有自覺 對 就減為一條命 對 寧可疑心病 真的 不要真的生病 真的 對 那我們今天討論的時候 很多人會買保健食品來補充 那你真的是補對的嗎 維他命A B C D還有K的 對 維生素K的一大堆 來 我們看看第一個 嘴破跟蛇破 缺維生素B群心 還有嚴重的心肌炎 和失智症 裡面有誰是 我 我覺得 因為嘴巴破 那個是我之前就有一次 可能那陣子工作很多 然後又壓力比較大一點 有時候翻蓋還白白的這樣 對 就是這樣白白的 然後呢 而且一次連破三顆 然後偏偏那時候 我就剛好要主持一個 很重要的記者會 然後就在隔天 他就啪啪啪就給我破起來 然後到了那一天的時候 要彩排 我就跟那個公安公司說 因為真的很痛 像碰到就是整個的破就在這邊 我就跟他說 那可不可以 我們彩排的時候 我先稍微不要這麼用力去碰它 因為我也怕等一下正式來的時候 我反而就是會影響我的表現這樣 所以我彩排的時候 我上去的時候就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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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口水還特別多 對 就大概這樣 然後呢 其實工作人員都知道是什麼狀況 結果沒想到好死不死 他們老闆居然提前來 就看一個主持人在 咖啪這樣子 然後超生氣說 我們怎麼請一個應偶來主持 對 然後想說我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硬著頭皮 就是你知道正式來 當然不可以這樣 然後就硬著頭皮 把它講完 超痛 這真的很痛 然後我趕快去買那個 口內膏 現在有很多那個口內膏 還有一種日本的貼片 對 它弄起來的那個 因為太痛了 太痛了 然後就是擦了兩三天之後 才趕快好起來 而且你嘴破 你講話的時候特別容易咬到 對 再咬一次 對 真的很容易咬到 可是有這個也是因為咬到 對 咬它開始破鼻 然後你有沒有睡眠不足就發炎 有的還會用鹽巴去塗 那個超痛的 鹽巴 真的 古早年代真的是 嘴巴破的時候就跟你說什麼 鹽巴水 說痛 對 太小了 在那邊滷 實際上它只是用那個痛絕 蓋住你其他的痛絕而已 是 後來有人跟我們講就是 吃維生素B2 但是我後來發現 那個日本人滿有用的 因為你要講話 你吃B2不會馬上好 對 你要主持節目怎麼辦 你只有貼的比較不錯 對 對不對 瘋起來 然後再吃B2讓它慢慢好 像我那個時候也是 我拍戲也是就熬夜 那時候我連拍了兩天 然後我不是破在裡面 我是破在這兩邊 好痛喔 對 就嘴角這兩邊 嘴角炎 有點裂開 光尾光要吹個船坡 對 然後就因為在這邊你很難上妝 然後這邊又會紅紅的 所以那時候就是已經很嚴重 然後化妝師就沒有辦法幫我上妝 然後也沒有時間去買藥 也不能去看醫生 所以那時候剛好有劇組同劇的演員 他說你可以噴一種 就比較消炎的那種藥 可是噴了你也不會馬上好 只是他讓它比較沒有那麼痛 所以我就想說怎麼辦 因為現在B2商店很方便 他們都有一包一包的那種 冰裙 幫你配好維吾酪C什麼 我就這樣幫我買 然後就是吃一天吃三次 我大概吃了三天 然後後來也有就是狂補眠 就整個就好了 對 可是以前我們作秀年代 都常常在台北 就會去華西街喝舌湯 是解讀完 吃黃年最多 好乾 吃黃年最多 我們二三十年做秀年代對不對 可是我們也有去 我們以前模特兒的時候 要是長痘痘 然後前輩就跟我們講說 我跟你講去華西街喝舌湯 所以我們有去喝過 高雄就到六合月子 對 你知道嗎 應該是有解讀的功能 我不曉得 但是黃年是最多人吃 對 因為它可以降火氣 你想這些藝人不上火 我們表演完了在那邊打麻將 海天不睡覺玩到還不可以 好累 過年又無場 好火 好火 幾乎大家都上火 要來跟大家講 維生素B群 它其實是人體必須的營養素 也就是說 如果你飲食缺乏的話 人體不會自行合成 所以一定要靠外界來補充 而且提醒大家 維生素B群是水溶性的 也就是說你四小時補充 就要補充一次 它會流失掉 所以我們其實臨床看到很多朋友 就是說早上出門推一顆B群 然後就不管了 其實這個方式是錯誤的 那其實為什麼會有這些情況呢 我們剛剛在說 免疫力下降 你睡眠不好 火氣大 這些都是 營養師要特別提醒大家 如果你常吃 甜食跟油炸 這些也會造成你身體 大量的消耗B群 所以你如果最近吃很多甜食 油炸又火氣大 請你可以適量的去補充 我們今天錄影禮拜五 是剛好放廉價開始 外面先都堵車堵得一大壺 對 那我們 我們休息室全部是月餅 這個月餅就算了 叫我們不要吃炸的 你今天叫什麼東西給我們吃 他今天叫韓國炸雞 給我們吃 吃光光耶 又炸又吃了 回去他的牙齦又要腫 那還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嘴巴破只是一個警訊 如果大家已經連續 一個禮拜都沒好 甚至我們有病人 是真的連續三個月 都沒好的話 你要注意 因為這代表你的免疫力 開始下降 有可能嘴巴破這些細菌 會真的從牙根裡面進去 導致一些心肌炎 醋子等等問題 所以請大家 不要輕忽 所以飲食均衡還是很重要 其實這個嘴巴破舌頭破 還要考慮到一些微量元素 我們說它很少量 但是偏偏又缺乏又不行 比較常見的是一個叫做心 我們的皮膚 頭髮 指甲這些地方 都是有這個微量元素的幫忙 那我之前有遇過一個媽媽 她把她國小四年級的女兒帶來看病 那她說 陳醫師你看她這個就是 瘦瘦小小 長不高 長不胖 她國小四年級了 結果才20公斤 結果發現她真的是微量元素 這個叫做 心不足 所以她也的確是常常 然後手指甲旁邊就常常有那個 然後看她自己都在那邊剝 我就告訴她說 平常的飲食習慣裡面 有一些新的成分要補充 那如果真的再補充不回來的話 甚至還有一些這個營養品 也可以考慮 當然神經科看到 維他命B群缺乏 不是只有單單說 嘴巴破 舌頭破等等那一些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的話 就是記憶力會不好 最近有一個就是七十幾歲的一個先生 身體很好 很硬 都沒什麼看過病 那為什麼買來門診 她說家屬說 最近一直重複一個問題 你是誰 剛剛我們去吃什麼 吃過了嗎 我問她說這種症狀多久 她說大概十幾年前開始有這種感覺 開始有 只是最近的頻率越來越明顯 可是她記憶力 以前那些小時候的事情都記得好清楚 真的檢查 她真的沒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做了 還是一樣視之症整套 腦部的掃描 抽選 抽選裡面其中一個我們會抽的 就是代謝性的問題 其中會常見就是 這個維生素B12 它就是一個B12缺乏之後造成 後來回頭我們再問說 那大哥以前是不是長期吃素 我說對 她從小時候出生沒多久 就開始吃素 我們常碰到說 這是維生素B12缺乏 或者葉酸缺乏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她沒有吃到肉 長期下來的話 其實會影響到神經那些傳導 久了之後真的會影響到 我們的認知功能 最重要一點是說 拖了那麼久之後 大家會問說 那我維他命B12補充之後 記憶力會不會變好 會不會變得比較聰明 答案是不可能 可是我們還是要補充 因為希望說他 退化的速度不要太快 你們是出家人都容易健忘 有些真的會 其實我有幾個真的是有 可是他經念得好 因為從小就念了 對 很習慣 所以每一部經他都念得很好 對 可是他們還是有一些動作 以前常做的事情 他不太會忘記 可是最近的事情可能會忘了 睡眠品質差 我就是睡眠品質超差的 你有五寶 你 睡眠品質差 睡眠品質差 你不要 他不是睡眠品質差 他有在睡嗎 沒有 第二名 是沒在睡 沒錯 睡很少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是 我覺得從今年35歲過後 我會覺得 比往年還要更來得疲倦 睡不飽 其實像我平常真的可能只有睡 可能三到五個小時 因為平常睡眠品質就不好 我可能晚上睡個兩三個小時 我就會醒來 突然醒來 然後就再也睡不著 可是接著早上 我又要幫小孩準備早餐 所以其實 睡眠時間不足 睡眠品質也差 我就會想說 趁著假日 趕快睡個十幾個小時 來補眠一下 可是我覺得 每一次假日睡醒來 變成我現在起床 都一定要咖啡跟茶 可是我以前真的不用 以前真的覺得自己年輕有體力 現在真的完全不行 所以我就上網去找 看看我是不是缺什麼維生素 結果我發現 因為我缺得還滿多 因為我今年初開始 我胃口就不太好 你缺一份安靜 沒有 不是這樣 有肯定的時間 我早上胃口不太好之外 我又很忙 所以我常常一天就只吃一餐而已 所以其實好多營養素 都沒有辦法從食物中攝取 我就會去買很多的保健品 我就看到很多文章說 可能缺什麼我就買什麼 我買真的超多 我買什麼鈣美芯 然後還有什麼ABC 維生素ABCD 我都有買 我可能比較缺什麼 可能當天我沒有吃到水果 就會吃個C 而且我之前還聽人說 如果想要睡得好 就是 可是人家就說B群會太興奮 這點我正想要問那個剛剛 B群是可以穩定神經的 所以我建議你有睡不好 你是因為神經緊張壓力的 你要吃的是 低劑量的B群 可是我又聽人家講 你吃B群會很High 放鬆神經 放鬆神經 所以要低劑量 你不要吃太高劑量 你剛剛說你買了哪些東西 我買有 然後還有維生素A 還有水果 你說這些都是為了睡眠買的 是不是 不是 我就想說我平常吃 吃的就不好 然後我就想說隨便 看今天沒有補充哪一個 就吃什麼 我就吃哪一種這樣子 這集錄完之後要買更多 等一下如果沒上面寫的 你沒買就要去補了 好啦 沒關係 睡眠品質差到底缺什麼 是缺澱粉美甲 而且會嚴重心率不整 澱粉 保健食品因為他一口氣 吃了將近十種 當你睡眠品質不好的時候 你身體其實是處在一個 慢性發炎 當你吃了那麼多保健食品 你會變成身體變成 促氧化 意思就是說 你體內的自由基會變多 你發炎指數會變高 所以反而對他的生命危險 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其實是不能夠 在睡眠不足 然後身體發炎的情況之下 吃那麼大量的保健食品 那我們在睡眠不足的情況下 為什麼會特別講 就是澱粉的東西 就是因為澱粉 我們通常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們躺在床上 我們希望怎麼睡覺 就是你要 放鬆 心情愉快 你才能夠入睡 那放輕鬆 我們體內就會合成一個 叫 血清素這個物質 血清素我們俗稱就是 快熱荷爾蒙 讓你放鬆 那它的原料是什麼 它原料裡面 大家耳熟能響的 一個是 另外一個就是澱粉 那我臨床上 有一個滿特別的案例 因為我在看門診的時候 有一個女孩子走進來 然後我以為 她是要看體重控制 她情緒又不是很好 她坐在我對面的門診的椅子 上面的時候 她就一直就是 一直叹氣 然後因為她拿了一杯水 她就一直這樣 就是一直把那個杯水 一直這樣弄著 我想說她情緒怎麼這麼不好這樣子 她覺得她最近睡眠不好 然後人也老了很多 因為她同學聚會的時候 她同學跟她講說 你看起來怎麼老了10歲 因為她看起來像30歲 看起來像40幾歲的女生這樣子 然後她的上班的時間 就是朝九晚五的時間 她們到三點的時候都要開會 結果她每次開會 她都會甩筆 然後甩那個文件夾 她自己講的 因為她不自覺的 她就會生氣發脾氣 然後罵同事 然後罵他們所有的 就同事每個人都罵這樣 然後反正同事提的案 他都會反對這樣 有一次嚴重到 就是她老闆叫她進辦公室 然後問她說 你那個什麼事情沒有做完 結果她指責老闆的鼻子 罵了她三分鐘 然後她就自覺的 就是脾氣很差這樣 然後因為還好她老闆是女生 老闆就跟她講說 她就說 對 因為我最近減肥 就是因為要控制澱粉 所以她繼續都沒有吃澱粉 所以當你沒有吃澱粉的時候 你的血清素合成不足 你當然會影響到 睡眠 那你一想睡眠 你早上起床 你精神不好 你人就會暴躁 然後加上沒有澱粉 你血糖不夠 你人也會暴躁 所以它是一連串的關係 我說你中午的時候 可以吃一些好的澱粉 比如說像 蕎麥麵 地瓜 然後或是糙米 這些其實都可以攝取 那如果晚上真的害怕吃澱粉的朋友 其實為了睡眠 我建議可以吃一點水果 比如說像那種香蕉牛奶 或是木瓜牛奶 那為什麼我們會提到就是 每次睡眠都要吃這個 因為香蕉裡面有色胺酸 然後我們的牛奶裡面 其實除了碳水化的物資外 它也有色胺酸 所以它這樣的組合 其實可以 會幫助入睡 然後讓你脾氣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 如果當你的女朋友 或是你的老婆 情形不好的時候 睡眠不好的時候 你就可以給她一杯香蕉牛奶 那晚上吃地瓜可以嗎 可以 晚上其實吃地瓜可以 就是好的澱粉 不會很不脆 會脆什麼 就是會脹氣 可以搭配一些 比如說消脹氣的 比如說像 飯後吃一些鳳梨 然後或吃一些奇異果 是不是可以 對 事實上就會讓你比較舒服 然後我每次在減肥的時候 我老公的皮就會繃很緊 因為就減肥就不吃澱粉 我真的 我是自覺脾氣不好 然後他會覺得太可怕 說你不要減肥 你就吃澱粉好了 這裡面寫了兩個這個美甲 這文字叫電解質 大家電解質不平衡 大家常聽過 好像覺得也沒怎麼樣 其實電解質不平衡 有些真的會致命 那我們就曾經碰過一個 大概四十幾歲 算是年輕的一個女性 這個半夜 由她一個小女兒 陪她來掛急症 看起來就營養不良 然後女兒帶她媽媽 就跟醫生講 轉述媽媽症狀 就是媽媽都不吃飯了 這裡都倦怠無力 都一直躺在床上 都不起床 再問一問之後 她媽媽其實就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酗酒的一個女性 躺下來之後 我們就打點滴 好幾天沒吃飯了 就順便做一些抽血檢查 然後其實我們這個美 我們一般的抽血 初步的這種篩檢檢查 其實美並不是一個 例行性的檢查 但是因為醫生看 她的營養狀況不好 醫生就順便幫她抽了個美 她說打點滴再等 然後就等抽血報告 大概打了十幾分鐘之後 她女兒就找護士了 是護士阿姨 護士阿姨 你幫我看起來我媽媽 我媽媽在翻白眼 她說翻白眼 為什麼翻白眼去看看 她不知翻白眼 而且叫不醒 醫生一看了之後 就馬上把她推到急救室去 推到急救室去之後 也不翻白眼了 停下來了 但是不僅叫不醒 也沒有呼吸了 所以醫生馬上就拿這個電極板 馬上立刻看 看完之後 她就呈現一種 非常非常遏制的心理不整 我們叫多形性 心事品脈 心理不整裡面 如果排名的話 她那個排老二 還好她一電完之後 就開始慢慢慢慢 恢復呼吸 就是電極成功了 電極成功 醫生做一些檢查之後 去追這個美的報告 結果美大概是正常人的 大概剩一半左右 所以她就是一個 她長期喝酒的時候 營養攝取極度不均勻 造成一個低血美症 尤其是長期喝酒的病人 營養不難病人 它會造成嚴重的心率不整 像這種 如果你沒有馬上給她電極的話 其實如果她睡夢中發生了 隔天早上就是已經離開了 所以像電極之 包括甲也一樣 低血甲 高血甲 低血美 這種都會造成 這個嚴重致死性的心率不整 像美 你正常的飲食攝取 你只要不是特殊偏食的習慣的話 一般來講 攝取都會從正常飲食攝取到 它在哪個食物裡 美大概兩大類的食物裡面有 一個是所謂的綠色蔬菜 所以一般像我們營養調查 我們綠色蔬菜 我們國人一天吃不到一碗 所以相對美確實比較容易缺乏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吃綠色蔬菜 從堅果裡面來 那堅果裡面像開心果 杏仁果 它的美含量都特別高 甲的部分 我們可以從帶籽的水果 其實你仔細看 有一些水果它有一顆一顆的籽 比如說像香蕉裡面 是不是有黑一點點的籽 然後小番茄裡面是不是也有籽 對 然後奇異果裡面也有籽 那這種帶籽的水果含量特別高 那在蔬菜裡面 我們把它歸類在菇類 比如說像金針菇 香菇 草菇 這一種都是含甲量特別高 甲會融在水裡面 所以如果你喜歡就是高溫烹調 或者是喜歡那種煮東西 煮比較久的這一種 那甲確實是容易缺乏 來 下一個我們看這個 好 半夜腳抽筋 這個 你會覺得另外一半的起動嗎 半夜腿 一直抖有沒有 沒有 就小腿抽筋 這個常常女生會有的問題 會啊 好 來 我常常 我不只半夜腳抽筋 我手指也會抽筋 我真的 我真的不是 我真的很誇張 其實我有點不好意思講 就我常常在外面有時候吃牛排 有時候那牛排真的 就是煮得沒有很好 然後就是那個刀又不夠力 然後我就要切的時候 就很用力切 我真的會切到手指抽筋 切就切到手邊這樣 對 就這樣 可是我還要裝陣 因為不好意思被朋友發現 然後我就會這樣 然後再把手這樣就把它拉開 然後我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我從小就不愛喝牛奶 然後平常我的飲食 其實我也不太愛吃起司 奶類的東西 就奶類的東西 我真的吃很少 所以我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這樣 這些原因 我才比較容易抽筋 還有就是 有時候工作要穿一整天的高跟鞋 然後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很容易抽筋 因為我不太會穿高跟鞋 所以當我穿高跟鞋的時候 我整個身體其實是滿僵硬的 那妳施力點不對 對 施力點不對 所以晚上就很容易抽筋 所以我那時候也沒有去補充鋅 然後是我到了我懷孕的前期 因為通常他們都會說 懷孕的後期才比較容易抽筋 對 但我其實前期我就抽筋了 所以那時候我先生就買了那個 鈣粉 給孕婦吃的鈣粉 然後就一直補充 然後其實這些 抽筋的一些頻率就減少 到後面基本上就已經沒有再發生 就很少發生 那我本身的話是餐飲業者 然後就是有時候工作壓力比較大的話 然後導致我自己很容易前眠 然後還有抽筋之類的問題 然後尤其是有時候工作到一半 會突然就是抽筋 然後很不舒服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懷孕了 後期懷孕 每天就是都在抽筋 然後很像被電到很不舒服 然後後來就是產檢的時候 就問醫生說 這要怎麼改善 那醫生就跟你講了一些保健的觀念 然後可以建議我說吃一些 然後我就吃了一陣子之後也改善很多 然後到現在就是 從生小孩到現在都有持續吃 就除了改善睡眠的部分 然後連抽筋的問題 就是沒有再出現過 因為它抽筋會影響睡眠 對 所以它抽筋解決之後 它認為這些東西也改善睡眠 因為好像很多人都說 你要有個比較好的睡眠 都會說 那牛奶是不是有鈣 所以它是不是可以幫助我們 讓我們睡得比較好一些 那關鍵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缺什麼 有沒有缺鈣呢 有耶 假也有耶 等一下 而且嚴重會全身肌肉僵持 所以它真的是影響睡眠 看到沒有 要來分享一下鈣 那我要來跟大家講一個 很恐怖的數據 根據我們國民營養大調查 2013年 他做一個整體的大家飲食的調查 發現竟然 國人幾乎普遍八成以上 都缺鈣 那鈣質在我們身體 它是一個必須的礦物質 它包括心臟的穩定 幫助你入睡 幫助脂肪代謝 還有穩定你的神經 避免抽筋 這些都是需要補的 那其實以一般成年人 每天需要補充一千毫克的鈣 特別是孕婦跟成長發育的時候 要就攝取一千兩百毫克的鈣 但我們平均大概只有吃到 五百七十四毫克鈣 嚴重的不足 所以你整個身體的 不管心臟的跳動 睡眠 或是你開始發胖或是抽筋 這些其實都跟缺鈣有關 那特別講的就是 最近不是有很多人喜歡運動嗎 你運動就像跟穿高跟鞋一樣 你就是整個壓迫有沒有 你肌肉在它一個緊繃的狀態 其實它的 你需要一些鈣來幫你放鬆神經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那剛剛特別講到 好像很多人不吃乳製品 因為我們常常會有一些乳糖 不耐症的狀況 那我建議大家 你盡量可以選擇 黑芝麻 白芝麻 小魚乾 綠色的芥蘭菜 你每天都適量的補充 每一種吃一點就一百毫克一百毫克 慢慢的累積 那這樣累積到一千毫克是可以的 那當然你真的吃不到 有時候很忙 吃不到 你想要買市售的補充品 補充一些像檸檬酸鈣等等的 也是可以的 那我建議大家補充品 你一週還是三天到四天就好了 因為我們飲食可以吃到的 你就是把它搭在我們菜單裡面 適量補充也不要過度依賴 特別還要再跟大家講 為什麼鈣流失這麼嚴重 因為我們很喜歡喝咖啡茶 這些草酸都會結合你飲食中的鈣 就流失了 所以你咖啡跟茶 你有缺鈣的人 盡量就是跟你的平常 午餐錯開兩個小時 再喝 比較不會跟你飲食中的鈣結合 變成草酸鈣就結實 它就沒辦法吸收 而且現在還夏天 冬天會不會抽根胸 對 是的 而且跟 所以現在要做好準備 所以這個攝取要夠 而且是女生比較缺鈣 對 大部分 而且三十五歲以後就骨質疏鬆 女生的荷爾蒙 其實它也是一個保護鈣的因子 那而且五十歲以後更年期婦女 更容易有骨鬆問題 所以積極補充曬太陽 幫助合成維生素D 促進鈣吸收 這些老生懲談一定都要做好嗎 其實還有缺一個東西 也會造成腳會不舒服不好睡 就是什麼 就是多巴胺 我舉個例子 前一陣子有一個五十歲的小姐 她就是失眠十幾年了 都睡不好 在外面的一些診所 拿來安眠藥等等那些 她還是睡不好 所以工作表現也不怎麼好 她後來來到門診的時候 其實我們問完她一些病史 問完了那些睡眠的一些量表之後 我們就幫她安排一個 我們講那個睡眠測試 除了這個以外 當然還有我們檢測看看 她有沒有不凝腿的問題 結果回來之後她的報告 其實她沒有什麼 呼吸中止的問題 可是她的腳從她開始 睡眠沒多久之後 腳就開始 所以後來就問她先生說 你晚上有沒有常常被踢 她說大概這幾年都沒有跟她睡 因為為什麼 因為前幾年 常常睡到一半都被踢一踢 就醒過來 變成她不好睡 結果兩夫妻就分房睡 我們就補充一些 在睡前吃 那吃了之後 其實大概三個月左右 她的不凝腿的症狀 其實就慢慢改善 那睡眠品質也比較好 也不需要依賴安眠藥 就是要做睡眠的 有一次我在看診的時候 有個年輕的一個女性 她就掛號走進來 走進來的時候 她梁子是這樣子 你以為她就比蓮花子 她其實沒這麼優美 她其實是 很僵硬的 我們蓮花子是很優美這樣 她是這種很僵硬的 這樣走進來 走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看到這種的 這種表情 你去板她 很痛 像看了這種 我們大概就想說 通常它大概就是 概念你的切法 它就是開甲妝線 我們知道開甲妝線 看什麼原因 如果你的甲妝線 需要一個大範圍的切除的時候 有時候常常會把 副甲妝線一起 也會拿牺牲掉 所以醫生當然會 盡量去保留你的副甲妝線 但是如果你假如 比方說你是甲妝線的癌 或是癌前病變的時候 醫生要切比較大範圍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甲妝線 副甲妝線就一起被拿掉了 那副甲妝線一被拿掉之後 基本上你的 就很容易缺乏 所以有時候醫生就會開 甲妝線素 順便也會開 鈣給他吃 那有時候病人吃吃吃就忘了 因為這種通常就是長期補充了 果然最近他就沒有吃藥 他沒有吃藥的時候 蓋死之後就 突然間就降得很低 就手就抽筋了 再低的話 有時候全身抽 那個是非常非常痛的 那個肌肉不自主的筋軟緊繃 是非常非常痛的 但是我們就快速給它補鈣之後 膀就慢慢慢慢慢慢就鬆掉 舒展開了 對 舒展開了 所以你開過甲妝線的病人 有時候小心 甚至洗腎的 乾硬化的 像這種你的 身體的反應會不會像 因為你身體缺鈣 所以你反而會一直去找咖啡喝 瓜哥在講的那個 有一個特殊疾病叫 就是我們身體沒有一些 特殊缺體的人 他會很喜歡吃一些特別的東西 舉例來說他喜歡去咬冰塊 然後或者是去咬一些手指 他就會一直做一些 特殊的喜歡吃的東西 因為這些電解質的缺乏 導致他的飲食 開始出現一些異常的行為 對 我有提議是講的 咬冰塊一直咬的人 他一定有 我們副長哥講過這個事情 真的喔 因為甄莉每次打牌 就一直咬冰塊 甄莉啊 對 說奇怪 你冬天也在咬冰塊 你是不是有脂肪肌的 蛤 你怎麼知道 好強喔 真的 來 你們看 手腳冰冷 這個 缺什麼 我是從小就是一個手腳冰冷的人 然後呢 就是現在越長大 年紀越長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更嚴重 然後我是會冷到就是冬天的時候 我要穿襪子是 先穿一層薄的 然後再穿厚的 然後再蓋那個就是厚襪 厚的那個棉被 然後這樣子 還是在冷 就是外力都沒有辦法 然後弄那個什麼烤爐啊什麼的 都沒有辦法 烤爐 烤爐 電暖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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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國外可能每天要生活 對 然後就是都一直很冷嘛 然後我覺得那手腳冰冷的時候 會影響到睡眠 如果老公在旁邊呼呼大睡 還就是你知道睡得很安穩 然後你就會心情非常的差 然後有一天晚上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個手腳冰冷 這個電影不是都有演嗎 在那個外地求生 最後就是你知道全身很冷的時候 就是衣服都沒有辦法了 你就是要脫光 取暖 然後用肉體的那個 好 取暖這樣子 對 然後我那天晚上 我就突發奇想 一方面是看他睡得很安穩很不爽 然後二方面我想說 好 因為我一直外力都沒辦法 我就把我的腳那些什麼都脫掉這樣子 然後我就把腳一伸 然後塞到他的兩腳中間 我老公瞬間 他做神器 什麼時候冰凍 他超神奇 說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然後我就說我真的很冷 給我一點溫暖 但我覺得真的滿有用的 這個真的有用 完全有用 在那個兩腿中間 你要去找一個熱源 去幫你溫暖 你又不可能把電暖爐放 栽在那個床上 找老公的腳都這樣伸過去 做電毯 對啊 電毯 現在電毯很舒服 沒有 我覺得 老公的體溫是最重要的 那老師很生氣 而且他會慢一點 而且他會慢一點 可是電毯真的也滿危險 因為你睡到睡 早到萬一過燙 也是燒傷 長輩就跟我說 要喝一些什麼薑湯 對 然後或是煲湯 然後那種事物 就是調理身體 或喝什麼紅棗茶 對 黑桂園 我覺得有改善一點點 但是他在該冷的時候 還是繼續又冷 不知道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來 看一下 該不會缺薑吧 缺鐵 缺鐵 蛋白質不足 缺錢 對 肉平鐵 手不足 手頭很緊 缺鐵 蛋白質不足 嚴重 女生本來已經平血 其實剛剛馨儀提到那個薑湯 其實冬天很多人會用 那那個是比較 治標不治本的 不只是薑 其實 辛香料都會促進你血液循環 讓你短暫的 就是手腳比較溫暖一點 那煲湯的部分 倒是有它的一個方法可訓 就是說 以前我們在吃喝香港的煲湯 它大部分大家都是喝湯 那喝湯裡面很多脂肪 那脂肪讓你就是變胖之後 你相對的 所以這個是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但事實上 你在喝這種煲湯的時候 反而是應該要吃裡面的肉類 為什麼 因為肉類我們就提供 蛋白質的來源 那蛋白質在我們的三大營養素裡面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功用就是 它會 很快它就會讓你溫暖 所以反而你在就是喝湯的時候 你不要急著喝那一碗脂肪很高的湯 你應該要吃的是裡面的肉類 才是有幫助你血液循環好 然後比較溫暖一點 那提到所謂的這個 嚴重型的這種貧血 我們台灣能量調查裡面 確實發現女孩子 在19歲到50歲這種 就是生育年齡 有月經來的這個年齡的時期 那我們女生在確解性貧血 大概五個年有一個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們在門診 我有碰過一個女孩子 她是大概40歲左右的一個主管 然後她本身有一點輕微的高血壓 然後她體重有一點微胖 然後她就覺得說要調身體 她要養生嘛 她每天早上 她都會自己自製所謂的養生精力康 那她也知道說 我們要讓女孩子氣色好 然後因為你手腳溫暖的 你氣色就會漂亮嘛 所以她就覺得說 網路上很多都講說 要吃一些紅色的食材 比如說她可能就會在裡面放一些 火龍果 甜菜根 藍莓 葡萄 因為你吃這種紅紫色 你就會就是好像補鐵 就是這種鐵含量很高 甚至於網路上講說葡萄乾這些 那她奇怪怎麼越喝 她覺得怎麼越手腳冰冷 那事實上 如果你真的是所謂的缺點性貧血 我們營養師在建議上面 一定是建議你 吃所謂的動物性的食物 像我們在醫院 我們直接針對 嚴重缺鐵性貧血的 我們會建議她 其實你補三天 如果你真的缺鐵性貧血 它就會回來了 然後另外還要補B群 這時候確實可以用 保健食品的B群 因為你在造血的過程裡面 你也需要維生素B群來幫助 所以這個反而是 動物性的鐵 它的吸收率會比植物性的鐵 來得高 而且高三倍以上 瓜哥為什麼講到羊肉 羊肉它是不是會 就是促進血液循環 為什麼手腳會溫暖 因為羊肉它也是紅肉 那紅肉它是屬於動物性的鐵 豬肝 豬肝也很快 所以就是 鴨血豬肝 然後紅肉裡面 比如說像羊肉或者是牛腱 或者是豬的鯉肌肉 這個都是瘦肉裡面 紅肉含量 鐵質含量很高的 但如果碰到就是吃素的朋友怎麼辦 那反而我們會建議 就是除了綠色蔬菜裡面之外 像 它的含鐵量蠻高 但是因為它是屬於植物性的鐵 你要把它的吸收率提高的話 你要在飯後 你要搭配 所以你反而應該要搭配一些 巴勒 小番茄 木瓜 它來幫助這些植物性鐵的吸收 把它提高 像我們另外一半缺血說 買豬肝 今天幫你買豬肝 不血 它吃一塊它就不想吃 為什麼 覺得它是缺血 我這一邊要放血 大概平均一天 如果真的很缺的話 一天大概兩塊 大概補三天 其實它的鐵就會稍微回來 可以 冬天 連續三天 缺鐵不是只有大人的專利 偶爾在小寶寶 我竟然也發現過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媽媽 帶著八個月大的孩子來打疫苗 然後其實她在我面前的時候 很乖 我以為她在睡覺 可是我發現我把針打下去之後 她輕輕的嗨兩聲 那我就趕快問媽媽說 媽媽她平常活動力好嗎 媽媽就說她好像平常就是 不怎麼喜歡動 那我看她也的確是比較蒼白 我就趕快問說 她平常吃的副食品到底吃些什麼 後來才發現她從出生 媽媽就是餵母奶 但她不是親胃 她是擠出來在那個奶瓶裡面餵 然後我說那好 那你有開始加副食品了嗎 阿嬤就在後面插嘴就說 有啊有啊 那母奶裡面 我有加米精加麥精 有加雞加這個東西 其實副食品 四到六個月就應該要加 應該是這個 食物泥 放到嘴巴裡面 訓練她的咀嚼能力 那母奶的鐵含量很夠 可是孩子越長越大 她的鐵需求也更大了 所以你只喝母奶其實不夠 所以這個孩子 我後來就趕快叫她說 這個營養品的鐵劑 還是先補充一下 副食品趕快加回去 後來才恢復正常 腰痠背痛 人縮水 活到年齡越大 身高就被壓下來 來 缺鈣鎂維生素D 還有嚴重的脊椎塌陷 鈣鎂D這三件事情 是骨骼裡面非常重要的三個元素 但我們骨骼如果缺少這些元素 它會骨質疏鬆 就是你骨骼承受不出自己身體的重量 所以就開始慢慢的塌掉了 那脊椎塌掉的話 就會開始前面說人縮水 然後就會開始塌掉 就開始腰痠背痛 就會跟著發生了 所以我們就自己一個病人 一個阿嬤 她是來看糖尿病 那一走進來就這樣 就這樣 慢慢駝背這樣走進來 那身為一個專業醫師 不是她看什麼就看什麼 我們要查顏觀色 所以我看她這樣駝背走進來 就說阿嬤 你抓緊這樣 阿嬤就馬上就來說 看糖尿病 不要說太多 吃老香不倒球不抓緊 阿嬤就很不以為意 可是我很堅持說阿嬤 你身高有沒有縮水 阿嬤說她跟年輕的時候身高比 大概少了五六公分 所以真的矮了非常多 那我很堅持說阿嬤糖尿病 不然也照個脊椎好了 所以就是脊椎一照 正常脊椎裡面 大部分是四四方方的 阿嬤的長方形的脊椎 每一節連續好多節 全部都塌掉 就是前面身體 前面部位的脊椎 跟後面大概差了五十%以上 這代表是脊椎直接壓塌掉 骨質一驗標準-1 -2.5是骨質疏鬆 阿嬤是-4.2 -4.2的概念就是 跟其他人的脊椎的骨密度量 大概剩不到一半 那阿嬤後來我們就把它做了一些 抽血的檢驗 就發現阿嬤的維生素低只有11 那到底標準的話 台灣的營養調查 台灣的國人大概 那所以在這裡呼籲跟提醒大家 骨質這件事情要顧得好 30歲以前有機會 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 還有30歲以前的 現在就是你的機會了 像我是比較擔心 我家兩個兒子的身高 因為他們現在國小三年級了 其實他們都還不到100 差不多是才120而已 最近才120 但是問題是 我可能在家裡看我自己覺得還好 可是出去跟朋友一起玩 那朋友的小孩 才幼稚園大班而已 每個都比我家的兒子還要高 我就很擔心 不過之前還有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說以前的日本 他們的那個個子 不是會比較 所以他們為了要突破那個天生的限制 所以他們就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就計劃了一個 百年成長計劃 就是每一天都讓他們那個 成長發育中的小孩去補充一杯牛奶 那我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想到 我自己好像也是天生有點不足 然後後天又失調 因為我從小就不愛喝牛奶 所以我家的小孩 只要他們愛喝牛奶 我都是拼命地滿足他們 可是問題是 我家五個小孩 每一天這樣子 把他們當水這樣子灌 其實那開銷真的超棒 我就有發現這個 突破天生的武器 霸高小子 讓孩子在對的時間 補充對的營養 裡面它的是水解配方裡面 它是從裡面萃取了 天然魚原裡面的牛奶蓋 而且你不要看這小小的一包 它這小小的粒包裡面 等於從 2.5公升的牛奶裡面 去萃取出天然的牛奶蓋 你看這樣是不是小小的一包 這樣比家庭好還要划算 小朋友平常在喝牛奶 這樣一直灌一直灌 他們是會影響到正常 因為他們都太撐了 對 而且它除了牛奶蓋以外 它裡面還有 日本專利的膠原蛋白 然後優質黑金的 韓國專利黑酵母 它都是可以幫助 那個營養的關鍵成分 另外它還有 鈣的助攻三元素 維勝素D 然後還有那個鎂 那邊上面的鎂 還有那個 可以幫助鈣質的吸收 而且我覺得它最方便的是 它不用沖泡 它就是打開就可以直接去吃 直接吃喔 對 因為你通常 牛奶什麼 有的小朋友還會拿去泡什麼 這個是不用沖泡 就可以直接吃 我家的小朋友都很喜歡直接吃 那很方便 對 很方便以外 它還有兩種口味 一個是牛奶的原味 一個是焦糖的口味 你就不怕小孩子會去挑什麼 它吃起來的味道是非常好 如果你要把它配在豆漿或是果汁裡 它也非常適合 小朋友也都不排斥 都很愛 大家對於成長這件事情都很在意 所以為了這個成長的事情 大家費了很多心思 可是最怕就是 用錯了一些不好的偏方 大家會用各的東西 就會去隔壁 觸臂 誰包什麼都想說試試看 可是今天試試看的結果 反而導致了性質的時候 孩子贏在了起跑點 一開始很快 可是到最後早早就停止了發育 這是大家最後悔的一件事情 所以還是要從根本來 所以根本的骨骼的發育 最重要就是鈣 那大家提到 成年人的鈣其實很缺 不只成年人 小孩更缺 成年人說八成 小孩呢 幾乎每個的鈣都攝取不足 小孩的鈣 國民營養調查裡面 國民健康署建議 那這樣的攝取的量 大概就是3到4杯250cc的牛奶 大概是這樣的量 可是在嚴重攝取不足的一個情況之下 對基礎的原料就不夠了 那可是我們很多遇到的家長 會告訴我們說 醫師不用擔心 我跟你說 我小孩都有 認真的去曬太陽 我有讓他喝很多的水 也有帶他去踏青運動 講完之後說他覺得沒有問題 可是我聽完這東西 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告訴我們三元素 陽光空氣水 陽光空氣水這件事情 更重要的一件事 家長覺得補充了維生素D 曬了太陽會有維生素D 蓋自然會足夠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維生素D足夠之後 蓋不會自然就足夠 而且曬太陽 不會直接維生素D就夠 這件事情是錯誤的 維生素D在空氣之中最重要的是 紫外線的B 要能夠接觸到皮膚 可是如果 如果空氣污染太嚴重 他會去阻隔掉這維生素B 所以這時候 其實曬到他身體的時候 他不會轉換成維生素D的 所以要 所以曬個太陽之前 記得要下載空污指南APP 如果空氣不好不用曬了 這時候只會有皮膚染 不會有維生素D 那維生素D又分為兩個 一個叫D3 一個叫D2 D3跟D2 那這個大家 這兩個最大的差別是 D3在身體裡面的儲存率 跟利用率會比較好一些 那這是他的差別 那另外有提到的 還有身體一些重要的元素 像是我們的鎂 是會有助於骨骼的發育 維生素K的部分 是一個重要的特色 它的部分 是能夠促進骨質的概化 那這個東西的概念就是 讓我們鎂 囤積在正確的地方 就是我們需要它的骨 這件事情正確的概化 那另外我們說的 蛋白質的這個部分 生態的概念是 蛋白的部分 我們身體很難直接去吸收它 都要切成切成 很小的分子 叫做 氨基酸 兩個 三個組合在一起 叫做生態 那這時候小的分子 我們身體才能夠直接吸收 利用的部分 那這樣的蛋白 在膠原蛋白 在我們身體裡面 骨骼裡面最重要的是 它能夠把彼此間連結 做接好 然後去穩固的一個動作 別忘了訂閱我們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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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